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种向往以及对这种资格的一种论证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奇异 北岛在创康号中你可以看到他对今天的这种定位 他说到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 不再仅仅用一处重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 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怀视周围的地平线 北岛宣称 事务运动标志着一个新的诗的时代的开始 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 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 与指责他们逃避现实的说法恰恰相反 这一代诗人对民族命运个人责任有强烈的关注 北岛满怀基金里写道 这代人的诗之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 之根于为之而生 为之而死的信念中 过去的已经过去 未来尚且遥远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 今天只有今天 所以那个时候的诗是充满了一种宣言性质的 那么老一辈的诗人呢 以及不是这个派别的诗人 总是觉得这代诗人没有责任 说他们逃避的现实 那今天回过来看一看 恰恰是这代诗人 他们其实是充满了强烈的一种现实感的 那么北岛这里提到四五运动 我想在座的可能对四五运动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 是吧 你们到了没有记住 就没有听说过 听说过吗 听说过 对 我们知道五四 但是不知道四五 四五是天安门 这个1976年这个天安门纪念周恩来 其实纪念周恩来呢 是一个表达的一种方式 那个时候周恩来被神话为就是说党的正确的化身 中国的希望 是吧 是一个 它是一个很丰富的 很复杂的一个形象 但是总之是代表着中国的希望 代表人民的良知 代表着党的良知 然后是用诗歌的形式 在天安门纪念碑里贴了很多的诗歌 都是怀念周总理 当时这样一种怀念被认为是四人班的这些人认为是针对着他们 然后这些四五分子是被作为这样一个反革命被追捕 所以于无声处这个话剧写的就是欧阳平啊 他就是这个四五分子 就是悼念过周总理的 那么这些人呢 今天很多诗人呢 当年呢 像有一个叫江河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欧阳江河 是吧 欧阳江河原来也叫江河 他为了避免他们两个人名字的重复呢 他就叫做欧阳江河 欧阳江河是四川的诗人 他们呢 都是从四五那边过来的 他们都经历过四五的那种运动 这是今天的刊物 这是第一期 这肯定是他创刊号 那么当时其实很激进的这个贵州的这个黄祥啊 他们这个是很激进的 他们在七八年十月十号 那么今天是七八年十二月创刊 但是十月十号黄祥这贵州市的呢 他们在闹市区王府井贴使个大事报 就火神交响曲 黄祥后来不断的被投入监狱 在监狱里边关了这个几次 关了又放 放了又关 那么后来到美国去了 那么第三次进京呢 他带来他的爱情祖师 我的奏名曲 青春听我唱一支绝望的歌 所以黄祥这些贵州市呢 在北京呢 与这个津天派市的南北呼应了 那么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气势 黄祥九八年在美国出了一个诗集 这个狂罪狂隐不罪的寿刑啊 很厚那个书呢 我们图书馆肯定是不会收藏的 有这么厚 很大开本 这个我是在德国看过这一本 但是我曾经好像有有带回来 但是我后来怎么没找着这个 我的书非常乱七八糟 就是想找的总找不到 三个崛起 三个崛起 我和这个与现实的回答 那么今天呢 在1980年就挺刊的 但是今天这些诗人呢 他们却开始在各种刊物上发表 那么官方主办的这个诗刊 在79年发表了白岛的回答 书庭的志向述 并且在80年第四期 新人新作小季的形式呢 发表了15位青年诗人的诗歌 在当时影响非常大 就这类的诗歌在诗刊上 官方的诗刊是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 发表了书庭 顾成江河 梁小斌 王小妮等等的一组诗歌 最早关于某某诗的讨论的文章 可能是公牛的新的课题 这是80年发表的 公牛对这一代青年诗人的艺术特征 和社会背景进行分析 所以 但是呢 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 对这代诗人的理解 1980年的这个福建文学呢 以讨论苏庭的诗为导演 就对这代诗人的创作展开了长大一年的争论 所以 80年 第八期的这个诗刊呢 发表了张明的 令人气梦的朦胧诗 对这些诗人进行严厉的批评 所以 诗堂之后呢 就对 悔色 难懂 展开了对这一诗潮的争论 由此确认了 对朦胧诗的命名 对今年一代诗人肯定的当推三个崛起 这个是80年 发表了这个 5月7号 《冠冰之报》 发表谢敏 谢敏显然 就是 我们 教当代的这个 我们的前辈的老师 谢敏啊 在新的崛起面前 诗堪1981年 第三期发表好孙少镇的文章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那么孙少镇和谢敏呢 都是北大五五级的 这个 同学 他们同班同学 那么孙少镇后来应该 因为反右啊 这个他有右的嫌疑 他就被弄到这个福建去了 那么孙少镇呢 这个口才极好 他总是说 中国 我口才第一 他就这样说 后面加以他 这是刘再富说的 他是刘再富说的 然后是83年 当然 后晚一点呢 是徐静亚的 崛起的诗群 所以这些诗呢 这些文章呢 把蒙农诗的出现 看成一次 世界的华时代的变革 所以蒙农诗的崛起 被理解为是 中国诗的第一次 以个人的声音 表达思想和情感 表达对社会和历史的 独特思考 他有力地冲破了 那些不合理的 成规旧范 诗不再是 时代精神的传承筒 不再是 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所以徐静亚的 前面两篇文章 谢敏和孙昌正文章 都是宣言性质的 它是带有 很强烈的论战性质 徐静亚的文章呢 他有一些 艺术方面的分析 他分析的 蒙农诗的艺术表现 手法 结构啊 节奏啊 韵律啊 所以对蒙农诗呢 这个 对他的艺术 特点的进行一种分析 把他推到一个 比较高的艺术陈诗上 这个是北岛 这个是北岛 年轻时候的照片 北岛四九年出生 那么今年也六十岁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 当年的青春 是吧 都六十岁了 所以岁月不劳人啊 这个历史就过去了 从1980年到今天 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了 北岛的诗 当然大家熟悉的 有雨夜 回答 宣告红帆船 结局或开始 走向冬天 所以北岛的诗的 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具有鲜明的 怀疑精神 和否定 批判的意识 以及他那种 毫不妥协的 拒绝于超越的一种态度 对于从文革的 极左阴影底下 走出来的 一代中国青年来说 北岛的诗歌 表达了 他们的内心的愿望 所以能不能 面对过去的历史 还一时找不到 四下的起点 但是北岛非常果断的 给出了他的回答 他说 我只能选择天空 绝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 刽子手的高大 宣告 所以大家知道 那个时代的 就是一种 时代的声音 就是你 这代的青年 要发出他的一种声音 发出他对历史 和现实的一种态度 所以他最有名的 这首回答 这首诗 大家都能熟 在座的哪一位会背吗 能给我背一下吗 会背的举一下手 林平会背吗 高中会背现在忘了 高考完了以后就忘了 还有同学记得吗 哪一位会背 没有啊 好 那我给大家念一念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慕志明 看吧 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 导影 冰川记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灵 后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近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 神朔和声音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 世界 我都相信 纵使你脚下 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擅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封顶 新的转机和山山新岛 正在最晚没有遮阑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星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像这些诗在我们那种年代 这个会让我们感动 让我们激动 我想今天 其实你们依然会感觉到 那种历史的回声 其实我们的历史 在某些方面 它的变化并不大 是吧 北岛 北岛门 当年面对的那种问题 面对的那种历史 其实今天呢 有一些东西 依然存在 依然要让我们去呼吁 所以这些诗呢 其实很多的问题 是一种历史永存的 可能人类 始终会生存在那样一种困境当中 总是会面对历史的一种难题 红帆船 其实诗 有时候我们去分析它 其实都是多余的 诗 只要去读它 只要去体会它 那么如果说要去分析这首诗 那个我觉得可能 我们这个时间是 已经没有时间了 但是我认为这首诗呢 是一种宣言性质的 虽然说 今天看起来 好像它最著名的 就是那两句 是吧 卑鄙是卑鄙 这种同行这种 高尚是高尚者的莫志明 但是我可以 我可以感觉得到 就说像这首诗呢 它在这种断言之后呢 它突然间有一个意境的拉开 是吧 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万曲的倒影 我觉得这句 两句配在一起 还是非常的美妙 我觉得它是非常的美妙 就是 疫情突然就被推开 然后呢 有一种悲剧性的情境 开始流出来了 然后这里 你可以看到 那个时代 它都要用一些很大的意向 冰川记 是吧 后望角 这都是一个非常广阔的 那种历史时空 因为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 我们总是有一种天苍苍 地茫茫 风吹草地 也不见牛羊 是在那样一个历史中 所以看到都是 冰临 后望角 死海 千帆 其实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 我们说 陈舟侧办 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村 那还是带一种希望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 在这个历史当中 他们这一代人 所面对的 是一种非常深的 一种绝望 和一种压抑 他们总是要 书写 然后等待着一种审判 等待着一种判决 所以这些都是 他们很真实的一种情感 那么在这样一个悲剧的 悲怆的一种命运当中 他们需要一个巨大的 这种 没有历史的 超历史的 那种时空 作为他们一种背景 他们想用这样一个 宇宙的 超自然的 冰川记 后望角 这些作为他们 生存的一种空间 他们拒绝 一种现实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在这里面 有一个强烈拒绝现实 而现实在这里 是以一种 丑角的形式 涌现出来的 是吧 是一种丑恶的 东西被隐秘的 被隐藏在 被藏在这个诗里面 比如说审判 比如说指 神说和身影 是吧 比如说 被判决的 声音 等等 这些都隐含着 一种现实的 一种丑角 是吧 而站在这样一个 智囊的 超现实的 宇宙的时空当中 冰川记和后望角 是英雄 是一个时代的英雄 所以大家看到 这里有一个对立 就是卑鄙者和高尚者 高尚者站在墓地 站在墓志明面前 而卑鄙者在通行 所以他充满了 一种批判与谴责 但是呢 这种批判与谴责 他要以一种 非现实化的方式来表现 他要在冰川记和后望角 这么一个时空中 来宣判 是吧 来获得一种 史诗的一种性质 所以这个诗呢 他你可以看到 他虽然说是很短 但是 他是一种史诗性的 是吧 但是呢 你可以写到 他不相信 天是蓝的 雷的回声 梦是假的 但是 死无报应 他这 信念在那么一个 最绝望 通过三个修辞之后 这个信念才 透视出一点 但是 他是那么的坚定 他必须要用死 来回答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那么一种 横空出世的 这种史诗 是吧 他是海洋 然后是陆地 封顶 大家可以看到 他都是一个 非常巨大的一种意象 他一种要 开天辟地 盘古开天的 那种 那种效果 大家是不是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就是说 这样一个时代的英雄 所以我曾经说 这个 北岛的诗 就是 一个 他把他个人 作为一个英雄 来处理 就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 我只想 做一个人 而这个人 是真正的英雄 是吧 这个人是真正的英雄 就都没有英雄了 只有我 一个人 存在 所以我这个人 是横空出世的人 是能够让过去 所有的英雄 都暗然失色的 这么一个人 那你可以看到 新的转机和 闪闪星斗 天空 五千年 向心闻之 然后有未来 未来 所以我们是面向未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诗呢 它具有非常开阔的一种意境 那么这个意境在 很大的程度上 它是 要让贺静之的那个 大道 青天白云 要和它是做一个对抗 做一个对抗 做一个强势的一个对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么一种 一种 历史的一种变化 这一代人的声音 它是以哪一种方式来表现 也是由它的 盘古开天地的 这样一种气势 还有一分钟 我这个 洪帆船给大家读一下 好吧 洪帆船 到处都是残垣断立 路怎么从脚下变身 滑进瞳孔的一盏盏路灯 滚出来并不是星星 我不想安慰你 在颤抖的枫叶上 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 来自乐带的太阳鸟 并没有落在我们的树上 而背后的生命之火 不过是尘土飞扬的黄昏 如果大地早已冰封 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 走向海 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 就让我们面对着海 走向落日 不 渴望蓝双 就是渴望化为灰烬 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 你有飘散的长发 我有手臂 笔直地 举起 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